Hello 各位Boss Mike的讀者 大家好 恒生指数跌至接近16500点 一开手机, 大家都叫救命 就叫我分享一下 到底怎样可以在这个逆史中求说 今天我就会跟大家分享 一个正常的职业投资者 会将金额放在三个不同的范畴 分别就是 一个比较长期 而技术含量比较高 第二就是 是比较短一点的 比较短一点的 而第三款 就会放在一些 几乎赢硬的投资产品上 到底这三样怎样配置 和各自的特色是怎样呢? 今堂我们就会 讲一下以上新的东西 马上去片 开始了 我们今天会讲三样的 投资的手法 我们比较概括的 因为时间有限 希望给大家一个全面图 如果你有兴趣 再仔细学的话 我们先容后再说 第一样就是 一些比较中长线的看法 可能是一些朋友 很喜欢玩一些中长线的投资 例如我想现在买股票 坐一段时间 可能比较相信价值投资 但是正正因为价值投资的 原固令到很多朋友 都有不少的蟹货 今天最惨的 就收到一只朋友 说9626 bilybily 只要高位 900多元 跌下去只有90多元 基本上 买小架股都未必 有输得那么金 所以我就要和大家 第一次去否释一下 到底我们现在这个市况 是不是真的那么难去投资呢 我们现在看一看 PowerPoint 我们有两幅图 分别是图一和图二 容许我tricky 我将这里所有的时间 他们的边值股票等等 我全部抹掉了 我们以平心而论 最客观的角度 第一眼看下去 左边和右边这两幅图 是不是都像一个大牛市 是吧 很正常 我们由低慢慢升去 有少少的回调 中间有少少的震仓 但是之后都可以炒上来 然后再上升 对不对 好了 右边亦都一样 低位上上上上下 然后就放下烟 然后回调 回调又不是很跌得下 似乎它慢慢升 我想问一下大家的问题 如果看到以下这两幅图 我想问 这两幅图 假设现在的市况是这样 你会买股票 还是不停沽股票 给五秒钟时间思考一下 你会不断找低位买? 买?买? 高都照追? 还是不断在高位上 沽货? 沽货死了 为什么是不沽? 为什么是不跌? 继续沽 越沽越沽越升越沽 你会怎样選 我相信 大部分分的朋友 当然觉得这样的升市 当然是买股票 哪有人这么傻 不断沽的 对不对? 你记住 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 我们就正式开估 到底 这两幅图是什么? 图2 其实就是 现在恒生指数 我将图上下倒转 WINGO 你这么阴险 你怎么滑我? 我没有滑你 这里 大家都是公平 又只是看图形态 感受到市场的气氛 只不过我将图上下倒转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刚刚的答案 是经历这里的升浪 都希望不断去找位置去买股票的话 反过来 如果 这样下去 我们刚刚的Statement 反转 是不是应该是 不断找位置去进行沽空的动作 或者看探? OK 那没理由 将图反转的话 这里不断找位置买升 这里又不断找位置买升 似乎又不合逻辑 似乎有些前后矛盾 所以 我想在这里讲一讲 我们大部分 一些中线 或者是长线的部署 其实 为什么这么想买股票? 原因是 很多时候 我们只得一款操作 从小到大 我们都经常说 股市升也好 为什么升也好? 因为你只可以买 但是 随着科技的发达 我们可以在熊市的时候 不断想一些做淡仓的动作 如果你懂得做淡仓 或者你懂得玩红正 沽空 做short call long put 等等 在熊市里获你 为什么不可以 牛市当成熊市炒呢? 对不对? 而反过来 到底涂一又是什么市况呢? 其实涂一 看着你的形态 就是当年 2007年的大牛市的形态 当时我们就懂得 逢是低位就买 逢是低位就买 甚至乎 我们不怕高位去追货 因为我们会觉得市场不断上升 不同意? 反过来 如果现在是一个公认的大熊市 不只是香港 是全球来说 那我们有没有必要每天迫自己? 或者是不是找我 可能不断打上电台 电视机 问问不同的专家 到底现在哪个闹好? 情况似不像 我们不断在2007年的时候 专家 汇丰这只 何时沽得未? 941 沽得空未? 现在很多胆仓 很多红正 很想买 那你都知道 效果也是不似预期 因此 在我们经历过 两次熊市 即是两年的熊市周期 我相信有部份的投资者 开始醒觉了 我们要真正做一个 对自己的金额是有负责任的投资者 应该都要开始想想一些商向的操作 你想想 我们自己有一部份的投资金额 已经是每个月局供的 是什么? 即是股市不断下跌 你是局主一定要买股票 那个资金要做强积金 强积金 你就没得那么快去拿出来 如果强积金都逼着你每个月 又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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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理智上面 会觉得2万5 你不会买的 跌下去2万点才买 虽然2万点 买现在都在买 但起码都比自己2万5的时候 但强积金 你可以这样做 似乎不行 既然强积金 你也是没办法的 除非你 离开香港移民 拿回钱 如果不是 你就要一生都陪着强积金 不断去被人 不断去混 不断去混 那为什么我们自己 比较有一些 掌控力的仓 反而 要跟我们的强积金的仓 一定要看法呢?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用短炒的仓 或者短线 给自己掌控的仓 去跟我们的强积金 做一些对冲呢? 明白吗? 所以这里 希望大家 可能开始有点醒觉 不要不断在想 有什么股票要买 当然 现在确实是一个低位 但是 没人知道 2万点的时候也是低 19,000的时候也低 18,000的时候也低 18,000的时候也低 这幅图早几天cap 现在都已经变了16,000了 那16,000的字都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 股底和股顶一样 是这么难的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部分 要分享的事情 而第二部分 我们刚刚说过 第一部分 意思就是 原来有一些长线的投资 可能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有一些偏见 会影响我们做投资 当然 如果你要重新去学习 如何去做淡 或者熊市 如何去顺势 这些绝对要上课 或者增加你的知识 而 第二部分 那个钱 会放在哪里呢? 我先说 最后一件事 就是 有没有听过 一些赢硬的机会 有赢硬的 那我就不用试钱了 反过来说 我说完 可能会被你听的 有赢硬的事情 你都未必会做 准备了吗? 其实 有一件事 叫做定期 定期赢硬了吧 你没得串我了吧 定期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稳定的家略 但为什么被人会听呢? 他赢钱 赢得太少了 反过来 如果定期 我们赢的钱 是越来越多的话 那就是 可以做 是不是? 其实现在 有很多的证券商 会有些美金的末期 利息是高到2.5% 或者2.6% 或以上 未来11月 原主局再加息的话 我相信 这个利率都会逐渐提高 你想想 假设 你放100万 每一年 我当是2.5厘 每一年 就会有25,000元的港元的定期收入 就等于你和买了一个过百万的车位 其实没有什么分别 除开每个月 是不是有2000元? 而这2000元 每个月夹着有的收入 是大大提升你的自信心 你想想 股价 我当你不介意在这里 走在一只腾讯 走在一只3690 一尾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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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 你个人真的可以这么清高 蓋上眼 什么都不看 然后觉得 三年之后有一条好汗 似乎都比较难 但是 如果你继续看下去 日日满光红 你都不happy 吃龙肉 你都没味道 反过来 如果你这个仓 我当你真的不操作 不看了 但另一边 你还有可能是定期 少少happy money 2000元 2000元 这样去补充一下自己 似乎都是另一个方法 令到自己心理平衡 有时炒股票大家都认同 炒股票 不是说一定要 技术和知识先 有时心态会影响我们的自己操作 因此 我们自己都会把不少的钱 放进一些定存的息 因为我知道 近日有一些银行 半年的定期利息 半年的定期利息 已经去到3.8%了 不排除未来 都可能会上到4%了 好了 这就是第二部分 最后一部分的气肉 我先把这个powerpoint拿走 最后一部分 就是关于我们的短炒仓 其实短炒仓 我自己觉得 是不需要理会 今天大市升多少 和明天大市的预测性是怎样的 你见到我一般做的预测 都比较中战 但是如果是一些短线 比如说一两天的想法 是不需要做一些 那么实际的预测性 因为可能一两天之内 都未有那么多大改变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这些短炒的概念 是有什么帮到手呢? 简单点来说 用一句说话说完 就是 我们每日恒生 指数都有300点的话 找一个方法 很肯定地每日赚50点 就完成了 每日很肯定赚50点 只蝕的话 都是蚀50点 那就是说 假设那个月 只有一半日赢 一半日赢 一半日赢 你都可能不坏 如果很好地 或者你的技术开始高超一点 那我们的胜率 又会提高的话 那就开始赢了 那这件事 需要不需要分析联储局 譬如说联储局 FOMC 他说些什么 其实不需要的 他说些什么 其实每日恒生指数 都会有几百点 对不对 那我们说 怎样做 其实每日恒生指数 讲讲 怎知道很少 但是可以 输得很金 对不对 就是有些新手 都会这样想法 所以我们在下一城 就是需要问一下自己 到底我 什么时候要出手 我什么时候要出手 如果在炒股的界别里面 我们每一天都有 几百点的波幅 或者一千点的波距 就是波幅 我们要拿50点 需要不需要每次都赢 不需要每次的波幅 都要赚 我们只需要一个很特别的入场位 我认到图形就可以了 以下这幅图形来说 这两幅图的样子似不似 我形容一下也好 首先 一个低位整固 然后 他说这么坏 低位整固 然后 是要刺穿 然后 直接爆上去 爆上去 爆到顶上 即是很急 接着就慢慢 而 他穿 这里 是多少支竹 1 2 3 4 5 OK 那我们就明白 原来有一个低位的横行区 这里 一穿了之后 在5支竹之内 上回来 他就会抽升 然后就慢慢跌了 这个 是大约9月30日的60分钟图 60分钟 即是一小时 右边 右边是什么呢 恒生指数 OK 这个是10月12日 即是今天 它的高位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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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到下方 同样都是弄一个框跌 我们说得比较正确 低位在这里 看到吗 低位在这里 然后 它是要先刺穿 并且 1 2 3 4 5 5支竹之内 上回来 接着结果会怎么样 按住 上去 接着就慢慢滑回来 你会见到 这里虽然是5分钟图 右边左边是60分钟图 两个不同的时间段 不同的日子 重复的形态去出现 这件事就是我们值得留意的时候 亦都代表着 原来大部分短炒的图形 是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为什么每天对着市场 可能坐在这里这么久 当然大部分的时间是没工作 太多空 但是另一方面更加简单 就是我们就像个看间那样 看着这么多图 有没有这个形态呢 如果我记得这个形态 之后会走什么波段 之后会根据多少分钟 它就会跌的话 我们每一天 就只是学这一招 就可以了 就是学这一招 每天掌握50-100点的 恒生指数的波幅 给你好好运的 一个月赢一半的日子 其实已经帮你 赚到过千点的波幅 以上这是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看 如果恒生指数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炒呢 当然有 这里就比较有趣 这个叫做活牛期货 活牛都有期货吗 是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农产品 或者商品 都可以拿来做期货 但我不懂 不懂 不要紧 形图形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里 活牛期货 你不知道去什么 没所谓 总之 这里我看到高位急跌 然后盘整 好了 弹回上来 去到一个 50% 什么来的 就是这里高位 和这里低位 中间 那一半 斩开一半 明白 是中线来的 好了 碰到中间位 然后再跌到低位 明白 然后跌到低位 然后再弹回上去 这里是什么 0.7 OK 0.7 然后就会跌 好 记住 右边我们看看恒生指数5分钟图 这个是牛的1分钟图 这里是恒生指数5分钟图 是10月10日 就是前两天 首先高位向下跌 和这里一样 高位向下跌 接着会如何 我们看看会否反弹到0.5 好了 高位向下跌 接着反弹到接近0.5 哎呀 差一点 差多少点 哎呀 差8点 但不要紧要 差一点 差8点 接着再跌到低位 是否直接穿 还未穿 好像这里 弹到50% 又不穿 接着会如何 弹回上去70% 上面是0 下面是100 这里是70% 那会如何 弹回上去 是否接近70% 弹回上70% 接着才会破底 这么神奇 不同的时空 不同的国家的产品 活牛期货 竟然和恒生指数的期货 走的适量都一模一样 OK 所以我在这里 都想重复一句 其实这个派别 短炒我们叫做price actions 是认清不同股价的特性 玩一个很specific 很独特的形态 我们只是学一招形态 就已经够你 一招就走天涯了 你试想一下 我恒生指数又用这个形态 活牛期货用这个形态 美股也用这个形态 甚至黄金也用这个形态 我们就不需要学那么多东西 脑子不需要装太多东西 留点时间 赢完钱 出去享受一下生活 更加之轻松 很希望今天我们会给大家 一些不同的提示 原来作为一个专业的投资者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将一些钱 分在不同的类别上面 亦都分了不同的知识要求 和我们赢钱的一个胜算 希望这段影片可以帮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